嘉明大广东人人设 那这日历的死死的 和一人高的蟑螂打架 连汗都不会出一地 一旦来点辣的 能给你畅略出 72家房客 乡林大师傅 有好多拿手菜 我最喜欢那位水煮黑贝卢 虽然每次都用水 涮了两次先吃 还是辣的我 不愧是万民堂的生招牌啊 用料真足火候真猛 下次我还吃 哎呀 知道嘉明要来 我就会早早背上一大壶茶水 方便他生辣菜 我提议说 给他做一份不辣的 但他却摆着手说 就喜欢原汁原味的配方 不会错的 那不是客套话 我能分辨出 真正时刻的眼神 那我当然也不能让他失望啦 而嘉明的道状卷 说的也是相当地道 听说那位人凶 有纯阳之体 按照我们那边的说法 他体内可能虚火很旺啊 应该多喝点凉茶我他 不过和七七学柔软体操 大客不必 七七小妹妹非常热心 见我每次来不补炉 都抓很多药 觉得我是因为身体僵硬 才会摔跤受伤 所以教我做了柔软体操 好简单的 你也试试 来 一二七七 二二七七 这东西学多了 他是有点晦气 有点晦气 我没想到你 这不是有点晦气 我现在是有点晦气